花生蕩飯食 我們最積極 HKPenut.com 大家好 我是戴耀廷 HKPenut.com 好 又到今個星期的2020 先拿一本書 這本是甚麼書 這本是說妖怪 我上一集師傅說到差不多 練仙 練到丹田 走一顆丹 然後飛星 我想起妖怪 練習 成精成仙 各位觀眾 我真的有做功課 這本是我買的 非常抵抵 30元 整本都是說妖怪的 這本是中華遺產 這本是大陸書 剛才師傅說這本很棒 對 有很多 我們香港人 在想 大陸共產黨是不說神鬼 這個是表面的說法 其實是大約在十年八年前 可能大家都知道 有本小說叫鬼吹燈 他最初是網絡文章 他最初是網絡文章 寫了很多 其實內容是說道母 是一個中國式的奪補奇兵 大賣 從此 從此 在大陸 很多人跟著這條線寫 寫一些神怪的東西 共產黨政府也很歡迎 因為大家說一下 神神鬼鬼 不要說政治 不要說共產黨 那就最好了 其實到現在的風潮還未完 很多年青人都在看這些古怪的東西 所以這幾年 大陸都有拍一些 和殭屍有關題材的電影 不過電影電視 不准有神鬼 寫書可以寫神鬼 電影到最後 要是發夢 要是瘋了 要是被人害 總之 影像文化是不准有鬼 但是小說是很厲害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找一集可以說 大陸的鬼 不過今集我原本想起的是妖怪 大陸的妖怪文化是很豐富的 中國人 日本也是 我稍後會溝通一點 說日本的妖怪 想問問師傅 其實我們怎樣分 鬼和妖 這個很有趣 人死了就叫鬼 話說 鬼的字是 來自龜字 人死了 靈魂歸回到原來 那就是鬼 妖好像是另外一些東西 其實妖有什麼源頭 會變成妖 簡單來說 鬼和妖的分別 我們首先回到鬼 或者叫靈體 通常我們形容鬼和靈體 都是由人死後而出來的 而妖呢 很簡單 是跟人沒有關係的東西 而成為了一種 你可以叫做動物的靈體 或者是植物的靈體 或者是一種 不知名合成的靈體 那這些 你都可以歸類為一種妖 但普遍來說 比較多 我們會聽過的 就是一些動物的靈體 那什麼 狐妖 或者 有些人會叫做 猴子精 但是 其實 其實 也有一些 叫做猴子妖 存在在這個世上 精和妖 都是通稱一樣 可以這樣說 首先我們還原 究竟為什麼一隻動物 他死了之後 靈體可以走出來 然後不去投胎 然後走了 做一些妖怪也好 精怪也好 為什麼會走到這條路呢 就是 假設他們 正常一些寵物 寵物也好 動物也好 死了之後 他們很快就會上去 他們的動物的角度 采雄橋 動物的天堂 但是當這些動物 如果死了之後 靈魂出來了 對這個 陽間有所留戀 有任何的東西 有令到他想掛念 留下的時候 他就會留下 而不去這個動物的天堂 即是動物鬼就是屬於妖 是嗎 初時 動物死了之後 他的靈體 就未叫做妖 是他要不斷吸收日月精華 撞大了他的靈 然後這些我們才叫做精或者妖 因為通常都叫做成精 成精 即是他把靈體練到自己 有一定的能量 有一定的能力 這些我們才叫做精或者妖 當然了 如果是精和妖再解決一下 可以說 如果他去做壞事 拿那些能力去做壞事 傷害人 我們就會歸類他為妖 如果他純粹是一個中性的 他又不干擾人 又不影響人 他自己在這裏修煉 那你又可以叫他做精 那如果他做好事 就成為了一些神仔 是的 可以這樣說 如果他們做好事 有機會 可能會有一些神 看著他們去做好事 即是說 動物死了之後 如果他去輪迴 他還是投胎 可能會變成人 是 有機會 但是如果他 留戀在陽間 動物鬼的中陰身 而他又開始 吸到能量修煉 就會成精 就是這樣 我可以舉一些 我以前學過的東西 其實為什麼動物死了之後 那個靈體是可以 什麼吸收日月精華 小說什麼 我自己本身都有學過 很多種不同的氣功 有些氣功 是練習自己的內氣 而另一些氣功很特別 他是教我們去拿 叫日月精華 金木水火土星星的能量 甚至乎有一種很特別的氣功 是專門是課自己長壽的 那種就是吸一些 北斗和藍斗的一些能量 因為我們知道 藍斗主生 北斗主死 據聞 當年彭祖享壽八百歲 也是練了這套功法 我只懂得北斗之拳 所以就是說 原來 因為我們知道 天上的星星 它本身有引力也好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能量 放射出來 那這些能量究竟 可不可以被我們人所用呢 真是在科學上 還沒有一個很完整的研究 但是在我們中國 其實很古時的時候 已經有人去不斷嘗試 我用意念去專注去吸收金星的能量 原來是可以幫助我們的肺呼吸系統的健康 如果有我專注去拿一些土星的能量下來的時候 我的脾胃又會比較健康 這樣嗎? 那它怎樣吸收? 就是望一顆星 當然它會有一些特別的方法 但是北外乎都一定要配合意念去做 所以很有趣 從這件事情 我學完之後 我就明白了 為什麼一些動物 牠們過了生之後 可以吸收人穴精華 可以成精 但是人死在中陰身 萬一又吸這些東西 能不能吸收到嗎? 我覺得是可以做到的 那些鬼吸收到 又怎樣? 會很厲害 它慢慢 好像練功一樣 越練越厲害 但是我知道 其實就算 不要說什麼 我不說出來 其實很多人 我想全香港九龍新界 可能都不是很多人會知道這些東西 很簡單 就算我們全部死了 全部做了靈體 即是說可能 七八萬香港的人口 可能裡面只有十個靈體知道可以這樣吸收 所以我們會形成 不會發覺有很多人的靈體 懂得這樣修煉 除非透過宗教 有宗教的一些老師去教你怎樣練氣 或者是單練師 即是他要生前又要懂 死了之後又要記得 又要那個意志 死了之後就去練 但是動物不懂這些東西 那他為什麼會吸收到呢? 因為本來你要知道 我們人其實跟這個大自然 尤其是我們城市人 跟這個大自然的距離已經是很陌生 很簡單 那一陣海嘯來 其實我們人是看著浪蓋過來才會跑 但是我記得在2004年的南亞海嘯 當時有一個新聞片段 即是毛記 他訪問一些走得掉的領隊 他說你當時看到什麼環境 怎樣逃生化 他說海嘯來之前過一晚 已經看到那些蟑螂 老師都飆了出來 周圍亂跑 還有我記得有一件事 就是一個好像BBC也有報導 就是一個英國的旅遊客 他當年話說以前 不知道幾歲還是十幾歲 去泰國那裡騎將仔 騎其他將 因為騎將的時候 他前面有一個我們叫騎馬的馬夫 就是帶著馬 有一個叫丈夫 有一個丈夫的物體 騎在近頭的位置 是領航的 帶著一隻帳 遊客就坐在背部中間 然後他們怎樣去控制那隻帳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騎過帳 沒有玩過 他們有一枝類似木棍 很長的 然後頭部有一個鋼 有一個鐵鋼 他用那個鋼 那個丈夫拿那個鋼 敲到那隻帳的眼 周圍的骨 因為這些位置 很簡單 這隻帳的皮很厚 你打他踢他 他完全沒有感覺 他當你是勾行 會刺傷眼睛 眼睛很脆弱 但是呢 因為帳的眼 旁邊這個 類似雲睛 這個位置 帳的皮是最薄的 而且也很近耳朵 當你拿那支鋼 鐵鋼 敲到這塊骨 他裡面的耳朵 就會聽到一些很大聲的聲音 所以這隻帳就會害怕 就會被那個丈夫 控制他左右走 是不是會敲左就向右 敲右向左 類似這樣 敲左去怕就會閃向右邊 好了 那隻帳 不知道為什麼 走一走一山的時候 突然發了癲 衝上山的最高 連丈夫狂撥他 狂撥他 狂撥都沒有反應 可能聽到那些水來 對 然後上山頂 那隻帳停了 走完全不走 然後丈夫連同 英國的旅遊客 看著那個海水 慢慢湧過來 然後這件事之後 每年這個英國遊客 他都回去探望這隻帳 還有他講到明說 我要給錢養這隻帳 一輩子 救我一命 對 他救了我一命 你和我好好對待他 就是說 大自然的生物 其實他對這個 自然界還有一個 連結 所以就算他 過了生 靈體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對這個大自然的感應 更好強 那我異想天開一點 那些老鼠、蟑螂 死掉了會不會都變成精 當然要一些 要比較有靈性 或者聰明一點的動物 他才容易成精 起碼都暴雨淚 蟑螂的腦子太小了 是啊 因為他都不知道 原來太陽光 可以拿來做能量 所以你會聽到很多 什麼狐 因為狐狸其實很聰明 狐仙 很多狐仙 最多狐仙 你知道嗎 原來中國的東北省 一直流傳了 隨著狐仙 還有很多 黃鼠狼也會成仙 是啊 狼、狐的類 比較狡猾 是啊 我聽說他們好像有五種動物 是最容易成仙 他們也會整個敗 因為狼和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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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有一個人跟你說,我看到有隻猴子的靈體 就不要以為牠一定是猴子的靈體 不要以為牠一定是孫悟空 可能是因為猴子過了身後成了靈體 但是動物是刻意練還是怎樣 其實都是牠無意中、無淡狀地做到的 即是死了之後才做到,在生的時候 在生的時候牠不會知道有這些東西 都是死了之後才會成功 對,例如我本書一樣 都有講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可以找一集講一下你的書 對,可以找一集講一下我的書 我講其中一些,例如樹精 植物都會成精 巴椒? 巴椒最多就是巴椒精 為甚麼呢? 老實說,不是那棵樹自己成精 而是因為巴椒樹的葉子都很遮蔽 譬如我們聽到一些松樹 可能要過百年去遮蔽的範圍才會闊 但巴椒樹就不是的 它很快就可以生到很遮蔽 靈體很喜歡寄居在一些陰的地方 而且巴椒本身的聖質也屬於陰性 陰級一點 即是站在巴椒樹下就是鬼 對,就在這裡慢慢修煉 人們以為是巴椒精 對,我以前聽過有個師傅說 他因為收道 以前的道家師傅 因為全部都不能結婚 要同身 對,要同身 要同身 老實說 你一輩子始終會有一點歪念 可能你見過街上有個女人走過多漂亮 可能影響了收道的心 因為他們有識道術 可以怎樣玩呢 聽聞就是他們會去找一些巴椒樹 看到那棵巴椒樹是特別刪得闊 刪得闊 如果又覺得它有陰氣的話 它就會晚上 晚上的時候 綁一條紅線綁住在巴椒的那個 然後就會在那棵巴椒林旁邊睡覺 如果那棵巴椒樹有精 它就會發夢夢到 晚上跟這隻巴椒精去交合 搞事 這些他找來講 債口不債滲 一樣會影響他的功力 所以這些就叫做 又不傷害人底下去玩一下 哈哈哈哈 但是很有趣 他們這個玩法 一定要在天亮之前 他就要脫掉自己綁在腳趾公那條紅線 否則 如果睡到天亮才脫掉 因為那棵巴椒樹透過那條紅線 其實那些陰氣會跟師傅 有一些交感 所以透過這種交感 他才可以在神交上 和巴椒精翻雲覆雨 但是如果到了天亮 你接收到那些陰氣過多的時候 那隻巴椒精 就算你剪了一條紅線 丟了一條紅線也好 那隻巴椒精 都可以慢慢進去你的夢 和你教授 一般人做不到 一般人做不到 他們怎樣都要懂得有法術 如果一般人做到 那就解決很多社會問題 哈哈哈哈 但是我聽過有些 是 到最後會 精盡人亡 搞什麼都是危險的 還有你有沒有聽過 一些桃花精 沒有啊 我以前 知道想拍拖在桃花下 你繞多少個圈 那些不是 我其中一個風水師傅 他自己 久不久會走上山去修煉 一去就不知多少天 風水也要修煉 他本身都有修煉道術 那些 他一上去就至少七天 然後就不吃不喝 可能很久才見到他一次 見到他 又學一下風水的時候 上課 大家有時閒聊 都會聽他講一下 他上山的經驗 各樣東西 以及他修煉道術 怎樣的 他曾經提過一件事 就叫做桃花精 那這種桃花精 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 真的 給人員 給桃花 如果是一些做藝員 拍電影的人 就很適合 那當然 就沒有這麼 好處 那首先 我介紹一下 講一些很簡單的做法 是怎樣的 你要買一棵桃花樹 然後桃花樹 然後就拿去 找一個水桶 叫做水種方式 去種這棵桃花樹 但是有一個問題的就是 這些水一定要 你用白砂糖 倒下去 搞到他變成一些糖水 然後就這樣浸那棵桃花樹 如果那棵桃花樹有潛質成精的話 那棵桃花樹就會越生越漂亮 又或者他敷到差不多 就不會敷死 然後又突然間一浸 重新再出那些桃花 出來的 等一下 我們買一棵桃花樹 已經很難了 還要他沒有根 我們在家裡這樣浸 因為本來桃花樹 九成死 可以水種 是嗎 可以的 因為你去年宵那些 你買回來都是水種的 我以為他斬下來 就是一兩天給你買回家 頂住 因為那個年宵那些桃花樹 它本身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為了要把桃花出來 它會撕掉所有葉 一撕掉所有葉 那桃花的桃花全部會開 但是它開完那棵就會死 即是原底有很多葉 原底有很多葉 即是可以在家裡水種 是可以的 但這些就不可以用來做桃花精 要有葉才行 沒錯 一定要有葉 到放進去 如果那棵桃花樹可以成精的話 那你久不久有換糖水 它會越生越漂亮 不會膚死 正常的糖水會浸爛木 如果它會浸爛膚死 完全借掉那些就數 是正常的 但是另外一種很特別 就是當你看到它開得很貌性 但是如果有其他朋友上來看的時候 他會說 那棵桃花膚死你都不扔的時候 即是說什麼 未看到幻覺 即是說那棵桃花樹 它已經是對應了 抹緊了這個造主人 即是你看它就漂亮 別人看原來敷了 沒錯 還不是你撞鬼 對 即是代表這個桃花精 它已經是跟你叫做 cham channel 很恐怖 對 以後它會只會幫你 但是很有趣 當然也是幫你人緣 桃花方面 但是很有趣 師傅就是教我們怎樣做 但他沒有教我們怎樣剪掉 哇 那跟你的程序 或者你不想我們倒水 弄死它 可能會有報應 所以有些聽眾 你們聽完做了之後 搞不定 不要找我 因為我不知怎樣剪掉 嘩嘩嘩嘩 亂丟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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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有事 因為你養大了那隻精 其實已經跟著你了 他會不會成人形 離開一棵桃花 因為很多民間傳說都是這樣 會的 會人形化 很簡單 通常會變成美女 沒錯 你意念是怎樣的時候 他就會成為你的意念 假設我最喜歡的女明星 當作是李嘉欣 他就會幻化成李嘉欣的模樣 去跟你一起 如果是女的 喜歡某某那麼英俊 可能是陳冠希的 陳冠希 那就變成陳冠希 因為你要知道 本來這些植物類的精靈 它本身是忠性 即是它沒有性別之分 是隨著你的思想 意念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它就會夾著你是什麼 而去 這樣去做 所以為什麼說人緣 桃花會助往到你 就是當它在你身邊的時候 譬如 你 假設你做演藝界的 它就會把你 塑造一個假象 令到很多人都喜歡 那一類型的人 即是令你有魅力去迷人 沒錯 就是這樣 桃花也是 會令到你 明明那個人很瘦 只有100磅 人家看起來很科 它會這樣干擾身邊的人 對你的印象去做 但可能最終一天 老實說 當它沒有糖水吸的時候 會吸什麼呢 你想想我們人身體有什麼 有糖分 吸血 是的 它會開始吸人的精血 來做營養 嘩嘩嘩 因為很簡單 譬如寶寶仔飲奶 你猜那個寶寶仔大過 他飲奶還能否維持生命 要再吃多些更厲害的東西 吃多些厲害的東西 那桃花精一樣 嘩嘩 養得久了 你要給他更厲害的東西 對呀 沒有的話 他就在你的精血裡拿 嘩 或者你提供其他人的精血給他 嘩都很恐怖 喂 可以做電影橋段的 是的 好 差不多時間了 待會回來 我講講其他概念的妖怪 日式一點 看看師傅怎麼回答 還是下棚 已經有了 就說 因為 大家